哈囉 朋友們 大家好 早安 要再來煮飯了 今天比較簡單 今天冰箱裡面也要燒菜了 只有一杯會一樣 還有那天沒有煮完的 一點菠菜 菠菜只要算一點點 今天把它燙一燙 因為明天就禮拜一的休息 所以今天就把冰箱裡面的菜蓋了 菜空已經扛了 要吸起來了 今天就想要來煮一個 昨天晚上到睡覺之前就在想 想說 哎呀 我要來用這個火箱來煮 我以前常吃的那個火箱加蛋花糖 昨天晚上就想說把它煮來吃 後來想說不要 今天早上再來煮 就是火箱還有那個 我給它加幾顆這個丸子 還有加一點點的紅蘿蔔 它還要加薑汁 加一點點的薑汁 等一下呢 打兩顆蛋下去煮起來 這個是我以前的 嘗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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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說這個火箱真的是太好了 等一下呢 再用那個維亞燙子的菠菜 想說 哎 菠菜這邊一點點 給它加一點點的洋蔥下去 非常的簡單 非常的非常的那個 非常的簡單 今天就這樣煮 我在煮飯的話 用兩個單餅鍋就好了 煮湯 我這樣 單餅鍋下去 欸 那個我先把薑放下去 我剛剛薑有切得太多 其實也不要太多 什麼東西太多的話 起來就會太嗆味了 所以呢 起來就這些 不要太多 還有呢 紅蘿蔔它本身也比較晚熟 所以呢 我就先給它下去 那你紅蘿蔔下去的時候 我會建議怎樣呢 加一點點油下去 它的那個 比如胡蘿蔔素 它才會 才會跑出來 所以呢 我就先把這一個先下去 一點點油 還有呢 因為等一下那個胡蘿蔔很快就熟了 所以呢 我就把這個 哇 這個瓢 這個瓦蔔也先下去 也先下去 幾顆就好了 先下去 來 湯可能再一點點 因為我想要多喝一點點的胡蘿蔔湯 來 胡蘿蔔湯 這個非常非常的簡單 真的煮下去完了以後 很快 滾起來就好了 看我在變魔術 來 這樣 幾乎是這樣 我可以稍微把它加一點點的那個 鹽巴下去呢 這樣起來的話 等一下就可以不用調味了一點點鹽巴 再來 嗯 幾乎快要好了齁 我跟你說 我就先把這個下去了 胡蘿蔔 這些胡蘿蔔啊 會太多嗎 好像有點多了 看一下 但是我想要吃多一點沒關係 我留一點點 到時候什麼 要不然明天也沒得煮吧 來 再 全部給它下去 那天買的齁 一把三十九塊錢 但是我個人覺得 它還蠻嫩的 還蠻嫩的 沒有說很老 而且呢 在冰箱冰了三天了 三四天了 三天了還很棒 所以就覺得 欸這個菜呢 還可以接受 它不會那個齁 不會很 不會就是 煸開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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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煸開去 不會齁 嗯 來 看一下下齁 可能再煮個一分鐘左右 為什麼呢 因為 它等一下那個 還沒有熟 再加一點鹽巴 等一下呢 打蛋 讓我給它煮一些什麼 呃 加一點酒好了齁 加一點點酒 加一點酒 鹽巴 打蛋 打蛋 其實很快啊 這個真的很快 非常快 要不要不用兩分鐘 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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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來咧 以前喔 以前那時候 常常泡麵的時候沒得煮 啊 我本來是要加泡麵的啦 哈 沒關係 沒關係 不要了 這樣不要 就只有胡椒 它燙就好了齁 我本來是要加泡麵 所以以前怎麼吃啊 以前就是 呃 煮泡麵加胡椒啊 超好吃的 來 給它加下去 來 一開始先不動齁 等它凝固了 雞蛋凝固完了以後 再稍微動一下腳啊 起來就 非常好吃的 胡椒啊 加雞蛋可以吃 胡椒啊 我常常可以吃 它可以煮泡麵啊 還有它也可以 切切起來 煎啊 煎的時候說真的也是 非常非常好吃齁 但今天突然想要吃 啊對啦 我本來是想要煮泡麵加胡椒啊 哈 等它凝固了一點點的時候 我們再來給它動 要不然等一下 你那個湯呢 會有一點淡啊 跟那個會混濁混濁 啊其實混濁混濁也很好吃齁 沒有什麼差別 啊我只是想要把它 欸 稍微的凝固一下下再來動 這樣起來的話 湯還是有輕輕的感覺 啊還有一點點淡花的感覺 對 啊我剛剛 太大力的一次把它叼下去 要不然應該稍微 嗯嗯嗯嗯嗯 這樣起來的話會更漂亮 嗯嗯嗯嗯 味道出來了 這些 剛剛那個薑再下去好了 還有呢 在煮的同時齁 再一下下 再一下下 呃我要來燙個菠菜 菠菜今天也是用單餅鍋燙齁 非常的 簡單 因為我都 家裡有個開影機 就直接 把這個開影機的水呢 就直接來了 放電池爐上面就可以了齁 所以 很簡單 來 今天煮菜可能不用10分鐘 欸 OK來 欸我這個大概可以關掉了齁 我大概可以關掉了齁 這個 這個齁 欸這個的話 菠菜 我把它放下去一點點的大蒜齁齁 一點點的洋蔥 好 還有一點點的 一點點的的菠菜就把它加一加起來就可以了 本來我是從來沒有菠菜加過洋蔥的 只是說那個洋蔥的話 菠菜只剩一點點 所以我乾脆爛魚蔥樹 就把它放一點點下去 反正無所謂 每一樣都要吃了 那個 只有蔬菜太多太多 它 它雖然是纖維子 可是你如果蔬菜太多 沒有一點點的那個子溶性的蔬菜的話 它起來的話 它其實對那個腸胃的那個消化吸收是不整好的 為什麼 因為它說沒有這些子溶性蔬菜太多的話 有時候它相對的 欸 我的纖維子吃這麼多怎麼會變膩 我之前就有這樣的跡象 它就算還要再加一些些子溶性的東西 洋蔥啊 菇類啊 還有木耳啊 什麼之類的這些 它下去的話 它才比較會有 欸對啊 它可以跟那個 變那個子溶性的東西 它可以跟這些那個纖維子的東西 煮成那個那個糞便 啊 起來的話 它排出來的話會不會OK 但是呢 還是要油脂 還是要吃一點 還有呢 就是那個什麼 開水 開水 就是水的話 水分呢 你一定要吃很多這樣子才可以 來 這個比較滿 這個比較好 因為它這個有一個弧度 所以這個鍋也選比較滿 在這邊 這邊好了 我的那個已經好囉 啊 這個也快好了 這個30秒大概就可以了 這個蛋餅鍋呢 它應該跟我二三十年了 這個蛋餅鍋 那時候買很便宜 但是它導熱很快很快 所以這個蛋餅鍋呢 已經跟我已經 我在想應該三十年了 三十年才對 真的是非常方便 這個已經在修理過 修理過 老公已經修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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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過了 真的是非常好用 所以不鏽鋼鍋有它的好處 真的有它的好處 所以也不用買太多了 這幾個可以用的起來就好了 但是你一開始會覺得 哇 那個什麼不好煮或幹嘛 反正煎鱼什麼不好煮 你再去買一個 可能就是可以導熱的那個 就是可以煎鱼的那種起來就可以了 要不然的話 像這個非常非常方便 其實我是沒有把那個嘴翹抓準 要不然你不鏽鋼鍋煎鱼要幹嘛的話 它其實也都會把它煎得非常非常好 只是自己笨的 你們再去拿 來 看一下 非常非常快 這個的話 菠菜呢 我燙的水幾乎都被丟掉 一定都丟掉 而且菠菜呢都是用燙的 所以看一下一下 好 把它丟掉 等我一下下 來 好嘞 滾了以後 大概一分鐘左右 我就把那個水 熱水直接倒掉 倒完了以後 我就給那個加那個油下去 它剛剛還有一點點的熱水嘛 你再加一點油下去 還有把它加鹽巴下去 混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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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起來的話 今天的菜 就兩樣菜就完成了 來 好快 我剛剛呢 也蒸了饅頭 還有蒸了那個 蒸了那個 雞蛋 雞蛋呢 現在大概一天都會吃兩顆 兩顆左右 兩顆多一點也都可以 因為蛋白質從那邊取得 因為比較少吃很多肉 像老公他會煮鴨肉什麼什麼 我就比較少吃 所以那我就會雞蛋多吃一顆 OK 就這樣了 今天呢 就是一個菠菜 還有一個那個蛋湯 來 菠菜 加洋蔥 可能只有我這樣子炒吧 只有這樣弄 無所謂 反正都吃到肚子裡允許 沒差 反正那麼挑食 對呀 不用那麼挑食 隨便吃都很好吃 OK 再來 老公的 菠菜煮下去沒什麼東西 你知道嗎 因為我把那個洋蔥的時候拌進去 結果我現在撈去 都好像吞洋蔥 因為那個菠菜真的不多 很少一點點而已 OK 來 再來 我等一下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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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來 來 太好了 我的 我的那個這個 菠菜 加雞蛋 還有那個丸子 來 等一下 我為了要調色喔 把它加了一點點的紅蘿蔔下去 來 OK 雞蛋 OK 朋友們 真的喔 如果有看到那個回洋啊 這樣那個油油的齁齁齁齁齁齁齁 來 等一下呢 我來擺一下盤 我今天要吃的東西喔 等會一下 啊 囉 來了 要擺盤了齁 今天呢 煮的是那個 南花udes Guan 加雞蛋 Rock 還有菠菜炒了一點點的洋蔥燙菜的 就這樣來了 雞蛋剛剛已經蒸好了 還有饅頭也就蒸好了 今天吃的是芋頭的饅頭 我比較喜歡吃五穀 但是算不時吃一顆這樣子 感覺上也不錯 還有橄欖油是每天必備 還有之前那個馬乃滋葡萄乾吃完了 我還有一點點的紅香菲 我建議如果說有去新疆 我覺得它那裡的葡萄乾品質很不錯 可以買一點點的葡萄乾回來 還有新疆的和田枣 我個人覺得都很不錯 可以買來一天吃一點點 吃個幾顆 還有那個枣子也是一天吃一顆 你如果煮湯沒有這樣煮 我比較少吃湯 所以你就沒有這樣煮 就乾脆一天給它吃一顆 還有這個是豬背 就是那個背母 就是潤背爽喉的那個 OK還有呢 這個枸杞子 我覺得這個枸杞子還不錯 因為它小小的感覺品質滿不錯的 還有那個它不會很甜 就吃幾顆枸杞子 來再來 還有那個我說的新疆大早 那天人家送的那個早吃完了 我這一次出去的時候買的 我個人覺得它那裡的話還蠻新鮮的 而且品質都很不錯 所以我個人覺得如果說有去大陸會幹嘛 他們現在上地有一些東西可以再一點點回來 個人覺得還不錯 價錢現在如果在遊覽車上面它買的的話 它現在不會帶你去團購都會在遊覽車上面 就是導遊他們賣 我覺得他們的品質不錯 價錢有稍高一點點 但是我覺得可以接收回來的時候 你看一包小雲好像 欸我記得一包好像15塊錢吧 就可以吃很久了 你這個可以吃超過一個月一個月 對啊 OK來再來吃一點點的花生 那天呢花生有一點點不舒服 所以這兩邊就借了一點點的花生 今天再給它吃兩三顆好了 吃五顆不要吃太多 來你看這邊就有多少樣 來看一下 還有那個我們記得嗎 我那天炒了一點點的提包小魚乾 小魚乾的話 欸就是給它拿來放一點點在旁邊 不要太多一點點 吃一點點 你看我真的不知道說這個到底有什麼樣菜 來我跟大家算一下一下 橄欖油葡萄乾 橄欖油葡萄乾 豬貝枸杞花生紅棗 還有那個芋頭的饅頭 裡面有芋頭加麵粉 再來是一個雞蛋 再來是菠菜10樣 小魚乾型樣 還有是那個什麼那個回香啊12樣 還有紅蘿蔔13樣 還有薑14樣 還有大蒜15樣 你看我這樣起來大概就15樣 15樣菜 對啊 所以朋友們一天你要吃幾樣不同的菜 多多少少吃一點 吃一點 起來的話 有一些微量的元素啊 一些什麼 平常我們攝取不到的東西 這個就通通都可以攝取到 所以朋友們來 今天113年的11月12號 以前我們這邊好像是叫集數 好不對 11月12號我不知道 不知道什麼日子好 我以為是集數節 我搞錯了 就這樣今天早上的早餐 祝福朋友們平安日安 還有呢 每天都可以健康又快樂 好心情放輕鬆 OK下次再見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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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